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年一度的中外记者会 有上百家的中外媒体都非常的积极来争取提问的机会 而今年是由中国时报非常资深的中国大陆特派记者王明毅 代表台湾的媒体询问 而温家宝也非常认真回答了忠实记者的问题 总理你好 我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 我想今天请教的问题是 在过去四年两岸实现的三通直航 有关人民的往来跟经贸交流合作 大概取得一个比较历史性的高峰 过去台湾方面的媒体上有一个评价 大概认为过去四年大概是两岸关系 六十年来可能最稳定而且最和平发展的四年 未来四年可能要延续这样一个发展的期益 我的问题是在政府最后一年的任期里面 你所期待的两岸的文化交流的前景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在去年六月份 有关你所提到的过去有关户村山居土的故事 去年六月在台北故宫曾经展出 黄公望老先生所创作的这一幅 有关两个历史画卷在台北故宫何必展出 不晓得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今天到场很多台湾的新闻同业里面 大家很关心说在明年三月你退休之后 有没有计划到台湾自由行 谢谢 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特别是在加强经贸关系方面 再做一点什么实事 我首先考虑的是 要加快ECFA的后续谈判 特别要照顾台湾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和基层群众的利益 尤其是中南部群众的利益 我高兴地得知 这幅分离很久的 富春山局图 终于在台北何必展出 这反映出 中华文化 具有强大的 向心力和震撼力 我虽不能治 但心向往治 我常想 难道 几千年的 文化的恩责 就不能消灭 几十年的 政治的恩怨 我真诚希望 两岸进一步 加强文化交流 和人缘往来 感谢